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任务是关于时钟的问题 那么在整个ARM底层开发过程中呢 比较常见的一些时钟呢主要分三种类型 一种呢我们称之为PWM 也就是脉冲宽度调制的功能 就是也是一种时钟 然后呢一种是带复位功能的 我们称之为Common Go 它的核心也是一个时钟 它最终来说也是通过时钟来完成最终的功能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RTC 那这个RTC呢我们称之为实时钟 当然RTC呢它的内部跟我们马上要介绍的PWM和Watchdog呢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呢就是它还是归于时钟管 但是呢RTC呢应该准确来说是一个递增计时 PWM和Watchdog呢应该是个递增计时 就是其实原理上来说就是这些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的一个目标 对于这个部分目标呢我们还是先要理解什么呢 就是关于理解啊定时器的概念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说可能会讲很多的那个呃相关寄存器啊 但是实际上的外面不离其中我们还是要先理解一下呃 关于硬件中啊这个定时器的一个基本概念啊 也就是所有的定时器硬件上它是如何做到的啊 它这个定时器可能跟有些同学可能在呃学应用程序编程啊 或者说以后要学到的驱动中呢呃也会接触到一些定时器的概念啊 那么它就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呢我们理解一下 但是不会很难啊 这个比较简单的啊 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 关于PWM啊功能的实现 就说类似于叫脉冲宽度调制 它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到底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它是怎么实现的啊 这个呢我们可能要理解一下啊 功能实现啊 以及什么呢呃常用 常用的什么的那个处理场合啊 这个PWM功能啊 它这个它是一个实际上它应该是也算是一种技术啊 这种技术呢在呃我们的生产实际中啊 我们主要是把它作为什么功能来使用啊 在什么场合下我们可以考虑用那个呃PWM啊 来进行处理 然后第三种呢 我们就要求那个呃熟悉 Watchdog的工作原理啊 应该来说Watchdog呢 应该是比较简单啊 应该是呃 是所有定时器中啊 最简单的一种啊 操作方式啊 呃一般情况下呢 你可以把这个Watchdog呢 当成开门口功能啊 也可以把它作为呃 我们就当做普通的定时器啊 来作为一个呃功能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这个呢反正就是呃可以灵活掌握啊 灵活掌握就根据看你们那个呃系统到底咱们这个Timer是怎么用的啊 呃当然在嵌入式开发工作呢 一般情况下啊 Watchdog呢就是还是当成开门口功能啊 就是很少把它说呃直接又又把它当成一个Timer来用啊 这是这样的 那第四个还是一样啊 能够掌握什么的RTC的基本操作啊 比如说我想获取时间啊 呃然后呢能够叫时对吧 哎然后最后通过年月日十分秒这样一个情况呢 然后呃获得基本的数据啊 所以我们总共来说呢 这个时钟这个地方呢给大家介绍了三种啊 但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啊操作方式差不多啊 都是对寄存器进行一个读和写啊 那么只是说呢呃可能稍微麻烦点呢 可能就是PWM啊 因为它跟普通的定制器上呢 稍微呃有一点点区别啊 有一点点区别啊呃 其余的应该是差不多啊 其余的差不多啊 那么我们的重点难点呢 这个重点呢我们放到这个地方啊 放到PWM的呃实线啊的实线上 这个重点呢 放到PWM实线呢 实际上主要是还是PWM波形的一个控制 就是说呃你还是一样能够怎么呢 能够控制这个波形的产生就可以啊 呃因为这个肯定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那个应用场合啊 也说如果说我们确实要用PWM这种功能处理某些场合的时候呢 那么到底我们的时钟脉冲是如何输出去的啊 那这些呢反正到时候呃我们讲到PWM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啊 这是重点啊重点啊 呃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放到那个呃RTC啊的基本操作上 这个呢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重点和难点啊 然后看门狗那个因为它不是很复杂啊应该说就是比较简单啊 然后最后考核目标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那个呃呃呃能够啊或者说能够定时就可以了 或者说是能够产生 能够产生啊能够产生啊一定频率啊然后呢脉冲宽度 可调的啊这样一个波形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个波形呢我们因为大家有没有四波器啊所以说这肯定也看不到啊所以我们这个呢后面可能考虑用那个呃板上有个风鸣器啊那么利用这个风鸣器呢我们来那个来处理一下啊来处理一下就说根据呃你波形的脏空比的调整啊不同的值会让风鸣器呢会发出不同的的声音和那个音调啊所以这个呢通过这样一个呃感性认识呢我们来理解一下就关于这个脉冲宽度的 宽度可调的一个东西啊呃当然这个还是跟工程实际工程那个来说还是有点差距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呢只是一个理解啊呃重点呢还是放到就前面的一个原理的了解啊然后以后用到呢你在具体看就可以了啊那最后的那个科学练习呢我们考虑呢就还是给大家就是呃驱动一个风鸣器啊驱动一个风鸣器啊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 啊的一个基本安排啊整个的一个基本安排啊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按照今天刚才说的内容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定时器概述首先来说呢我们先来理解一下啊什么是定时器啊其实就是就这个概念啊什么是定时器啊那么在我们的底层开发过程中呢呃经常的 会涉及到一个时间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呃一般来说是怎么做呢啊一般情况呢有两种做法啊一种称为计时啊一种是倒计时啊就一种是正的啊什么意思呢那么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说了我们的CPU呢实际上是一个脉冲波对吧哎就是你实际上最终来说你会看到的是一个是一个啊脉冲的感觉啊 啊那么每来一个上升盐呢我们可以说内部的你可以相当于设计一个芯片啊这个芯片呢收到了一个上升盐呢它内部呢做了一个定一个技术啊技术功能这样呢就做了一个累加啊而最后通过累加过后呢来这个然后最后累加多少次那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了发生了多少次这样的一个跳变啊 而如果这个跳变的频率呢咱们就确定了那自然而然咱们整个时间呢也就确定了啊所以基本的定时那个就是技术啊应该是这样一个原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先看一下定时啊什么是定时呢那好了下面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图啊那么所谓的定时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芯片厂商呢他一般来说啊他会做一个 盒子那么这个盒子呢你可以认为他实际上就是就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啊如果说非要起个名字呢呃很多时候呢我们给他起的名字叫做Timer啊Timer那么这个Timer呢最终来说是怎么做的呢这个Timer一般情况下他一般都肯定有一个引脚啊呃这个引脚呢应该是这样来理解就是呃一般来说会有一个一个就是应该称之为频率引脚啊或者称之为输入频率啊 那么我们有些时候呢干脆就是简单一点的话呢起名就叫什么CLK啊也说你给你给你一个引脚这个引脚呢专门那个来接收一个频率啊然后这根频率呢就相当于大家约定的啊你你来了一个上升盐那么这个Timer里头呢有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Timer里头啊里头呢有一个技术器啊那么这个技术器呢相当于一个上升盐啊 相当于是一个值啊一个寄存器或者说啊那么你来一个上升盐呢这个寄存器呢就会减一啊就会减一当这个寄存器啊减到零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整个Timer就就说明他触发了一个事件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触发这个Timer中的输出引脚啊通过Timer的这个输出引脚啊Timer的这个输出引脚呢就会发生一个 跳变啊那么这个跳变呢可能理解起来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相当于比如说之前他可以一直拉高啊然后当他发生了这个跳变也就是发生这个条件过后他呢就会想办法把这个跳这个高电瓶啊拉成什么低电压啊那么拉成低电压过后呢当然是不是一直拉到低啊那不是的啊他是拉到一个低过后然后还要怎么办哎又要恢复原来的值 啊但是这个呢光这么一下啊实际上呢对我们来说已经有很有帮助了啊就说因为由于产生了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信号的跳变啊所以说呢CPU呢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把这个信号啊直接接到中段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认为你来了这样一个信号呢中段就出发了啊中段就出发了啊然后当然还有一种什么呢比如我刚好接到一个什么接到一个外部的一个芯片上啊那么利用这个 下电压呢它可能也就刚好发出一个死能信号让外面的芯片呢也可以正常工作了啊所以说整个来说呢反正这整个timer呢实际上就说你不要讲得很复杂啊它实际上呢是围绕一个叫什么的递减奇数器的啊就是这个盒子啊实际上有的时候起名呢就叫递减奇数器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啊什么是递减奇数器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芯片啊呃使用了一个叫做递减技术器的啊技术器的芯片啊芯片使用一个一个叫做递减技术器的啊呃一个功能块啊 然后呢每来一个十中原啊十中原吧应该是啊十中原啊这个就说是原啊就说来了一个十中脉冲啊每来一个十中原呢啊递减功能呢就是减一啊那么也就每来一个十中原呢递减奇数器啊减一啊 好当减到什么呢当减到零死啊当减到零死什么的哎然后呢它这个时候就会触发啊触发什么的呃相应的功能啊相应的输出引脚啊出发相应输出引脚然后发生什么的发生跳变啊好这就是实际上 就是所有定时器它实际上呢就围绕一个东西就是递减技术器啊那么这个递减技术器呢到底是这个值是多少呢就是这个地方是多少呢那看来肯定是我们呃在让这个定时器开始工作之前啊先肯定做了一个什么呢初始化的工作啊初始化的工作好那么这个有了这样一个模型过后呢那下面呢我们就首先按照一个最简单的就刚才说的啊看门狗的一个功能 好咱们呢就利用那个看门狗的呃一个最简单啊它是最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下跟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定时器呢呃它的操作方式是不是一样的啊首先来说先简单提一下什么是看门狗啊因为之前可能大家已经介绍接触过了啊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定时器啊只是说这个定时器呢呃它不仅可以定时同时呢还可以发出一个叫做复位信号的东西啊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说相当于啊我们这个定时器啊如果定到零的时候啊它不仅可以发出一个跳变啊同时呢也可以触发一个复位信号啊那也说如果说你不小心让这个看门狗的值变为零了那么自然而然CPU呢也就可以把用这个情况啊然后作为我的什么复位条件啊那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因为有些是吧我们在嵌入式产品中呢呃 比如某些硬件环境啊当然记住啊这个是硬件环境啊比如说温度啊啊然后压力啊等等这些环境啊可能导致了CPU的执行这个程序中啊出现了一个那个运行失败啊也就是相当于跑飞了程序跑飞了啊那么这种跑飞情况下呢实际上不是首先来说你要先确定啊先要明确它不是软件的问题啊就说不是说因为软件确实写错了所以他每次都要跑飞啊或者不稳定啊 它是由于硬件的原因啊硬件的原因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软件没有错的啊没有错的那么这种这种情况下呢那我怎么怎么那但是程序现在确实是跑飞由于由于物理硬件啊物理物理的条件来决定的啊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是只有让这个整个那个系统啊要重新的运行起来啊就相当于于重新恢复它的那个温度值啊然后呢重新的让CPU再进行一次正常工作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 我们看门狗就可以起作用啊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程序员呢经常说所谓的看门狗啊所谓的看门狗什么就是说它的一个组程序 它的组程序呢因为它是一般来说我们嵌入系统呢组程序都是个死循环啊如果一旦跑飞呢那肯定咱们就不然跑哪去了啊也就不可能按照我们的逻辑去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组程序中呢实际上最重要是如果能完成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在while中呢你可能在执行这段程序同时呢可能又要在执行这段程序啊但是不管怎么办呢 怎么说在这些程序之间呢我们始终做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啊我在周期性的就不管你你这个rx执行多长或y执行多长啊反正在这这一定时间之内我一定会执行一个程序叫什么feed watchdog啊那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我做了一个喂狗所谓的喂狗呢大家想想啊实际上也就是让这个那个看门狗呢咱们不变成什么不变为零就行啊所以这个很简单 就是直接对他的什么对他的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值啊进行复值就可以了啊复值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呢你不断的喂狗呢这样的话这个程序呢就不会参门狗呢就永远不会变为零啊永远不会变为零呢自然而永远就不会发出那个复位信号啊 所以他基本的思路是这个思路啊这个思路那么但是如果程序一旦跑飞呢也说这个while循环可能就不对了啊因为你跑没了嘛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不会发生周期性的喂狗啊那既然不会发生周期性的喂狗呢那自然而然看门狗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硬件啊他呢自然而然自己就会开始往下捡啊 啊当他减位零的时候呢你还没有喂狗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误认为什么呢哎咱们这个程序是不是没有周期性的执行这个程序 有没有哎说明可能就是由于某些其他原因啊导致了什么咱们程序跑飞了啊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会自动的触发一个复位信号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系统啊啊又会恢复正常啊 所以整个整整整体来说呢看门狗呢实际上他的主要的作用啊其实就是为了呃解决一些那个硬件问题啊就是硬件的环境物理环境问题啊导致了程序呢呃执行了一些失败啊执行失败啊呃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特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在学看门狗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啊看门狗的功能呢不是说来解决你软件本身出问题了比如说本身你写程序写的程序逻辑上就有问题啊那看门狗能不能解决呢 那肯定不行啊肯定是不行啊所以这个呢大家要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完了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好那整个timers呢大家来看啊他主要介绍几个啊好总共你看整个s5pv210呢总共有四种timers啊呃我们先看第一种啊是刚才比较简单的watchdog 那么首先我们先翻译一下这个watchdog啊因为watchdog呢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进程序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花点时间多去呃读一读他的一些描述啊好我们来看 他说wdt啊那么缩写就是watchdog timer啊在s5pv210呢呃是一个呃时间啊或者是时钟设备啊那么这个时钟设备呢主要作用的是什么控制一些操作什么操作呢呃都是一些那个比如说就刚才我们说的啊如果说是由于硬件的一些噪音啊或者是一些系统错误啊导致了一些错误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timer来处理啊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说的复卫啊复卫功能啊然后呢那么关心看后面这句话他说看门狗啊被用作是一个通用的16位的一个定制器啊然后呢他可以是请求呃中段复啊同时呢也能产生这个什么复卫信号啊呃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其实关心的是这个地方啊16位什么叫16位呢也就是说啊所谓的16位指的是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定制器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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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头的一个做一个计数嘛对吧哎你的计数值啊最多只有16位的盒子来存这个数啊那么大家都知道16位的数呢他所能表示的范围应该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什么0到6535啊这样一个范围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肯定就有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的值也就是这个timer的这个值啊你不可能跟了什么无穷大对吧哎因为他就有一个大 大小范围啊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那很显然大家想想啊 嗯嗯嗯嗯嗯嗯